项目失败,连朋友都卷钱跑路,消失不见了。 那一刻,男人崩溃了,根本不敢面对自己的家人。 就连他的妻儿老小都不知道,他们很快就要流浪街头,吃西北风了。 多年过去了,这家人死的死,风的风,都不得善过。 一切都是谁造成的呢? 都是这个浮夸,冒险且贪婪的男人造成的。 如果他能够安分一点做人,没有一步登天的想法,也许他和亲人都可以活得幸福安稳。 特别是在商业发达,贷款便利的今天,有些事,如果你做了,有些钱,如果你欠了,那就真的很难翻身了。 连家破人亡,也是一瞬间的事。 为了身边人着想,为了家庭的前途着想,安分点做人,脚踏实地做事,也许才会结出善果。 以上生肖十二的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,又逍遥,下期限。 生肖蜀蛇朋友,人生最难的是什么? 生肖蛇人生最难保持的是保持健康,回望人生的上半场,因为年轻的缘故,很多人以为生命无比旺盛,于是暴饮暴食,连日的熬夜,肆意挥霍自己的身体,仿佛健康没有限额,直到突然大病一场,才恍然大悟,青春可以挥霍,身体却不可以。 人到中年,越来越体会到,身体不仅仅属于自己,家庭的幸福也与之息息相关。 人生最难保持的是健康,但最需要保持的也是身体健康,因为只有身体健康,才是对自己,对家人最大的负责。 生肖蛇人生最难解释的是保持幸福,什么是幸福? 有一个高赞回答,你困了的时候,有一张让你安睡的床,你饿了的时候,有一碗供你吃饱的饭,你冷了的时候,有一炉温暖你的炭火,你晒了的时候,有一棵让你乘凉的树。 这就是幸福,其实,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幸福。 幸福有千百种形态,我们无法解释,也没有标准答案。 因为幸福就在我们的身边,只是这些幸福太普通,太平常,太琐碎,所以常常被我们忽视,不被我们珍惜。 一个懂得珍惜当下,珍惜平常,珍惜现在拥有的人,一定是一个幸福的人。 生肖蛇人生最难处理的是保持关系,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最难处理的,因为我们身边存在很多种关系, 比如,上下级关系,同事关系,客户关系,邻里关系,婆媳关系,夫妻关系,亲子关系,亲戚关系,朋友关系,师生关系,同学关系等。 我们每天围绕在这么多关系中,稍微处理不好就是折磨。 多少人因为关系处理不好,导致朋友都没得做,亲戚老死不相往来,夫妻之间紧张到破裂,伤痕无法愈合,终日流泪痛苦。 很多人觉得不幸福,多数情况下都是因为处理不好这些关系,导致幸福感越来越低。 生肖蛇人生最难做好的事,保持细节,生活中有许多细节,你也许不经意, 但就是这些不起眼的细节,可以折射出你的人品,影响你的人缘,决定你的发展和未来。 奥斯卡尔·王尔德说起过,有许多品德美好的人,如渔民、牧羊人、农夫、 做工的人,尽管他们对艺术一无所知,但如果他们能把细节做得好,他们也是大地的精华。 所谓细节便是,你对达官显贵和保姆乞丐持一样的心,呈一样的笑。 无论从事哪个行业,处在哪个阶层,不管是不是有其外表所彰显出的文化和所受过的教育,都能从细节做得好不好上甄别出某种做人的基本质地。 因为细节永远能折射出人性的闪光或灰暗。 生肖蛇人生最难改变的是保持习惯,一个人的习惯往往就是一个人的性格的缩影,但已经成为了习惯,改起来很难。 当大脑养成习惯之后,它的神经元循环模式是活跃保持平静保持活跃。 我们就在这样的循环中,不断地强化着我们的大脑回路,强化着一个个习惯。 一个习惯一旦养成,就很难改变了。 但是,为了把不好的习惯改掉,可以先从养成一个好习惯开始。 有人说过,起先是我们造成习惯,后来是习惯造成我们。 一个人最终有怎样的人生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拥有怎样的习惯,身上的好习惯越多,恶习越少,那么人生就会越美好。 生肖蛇人生最难平衡的是保持心态,心态不同,人生就会不同。 曾经看到过一条新闻,一位车主加班到深夜,开车回家时没注意,一不小心开到了路沟里,还好人没事。 车主打电话给拖车公司,可惜时间太晚白天才能过来,车主索性回家睡觉去。 第二天一早,车主竟一脸开心地和自己掉进沟里的小车合影,留下纪念。 望着镜头中那张笑得如此灿烂的脸,试问面对生活中的意外,有几人能这么乐观。 像这样豁达乐观的人,总能笑对人生中的苦难。 面对同一件事,有人从中看到了希望,有人看到了万丈深渊,关键还在于心态。 说白了,平衡的心态就像一连串的连锁反应,心态越好,事情越容易往好的方向发展。 反之,心态失衡,心态越差,事情就会变得越糟糕。 所以说,世界上最难平衡的是心态,心态是否平衡,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重大的。 因为它会在不知不觉中左右你的人生。 生肖蛇人生最难找到的是保持知音,自古知己难逢,知音难觅。 薄牙善古琴,中子妻善听,至此高山流水域知音。 然子妻病故,薄牙不在府琴,世间再无高山流水知音。 真正的知音,不是表面的微笑,而是心灵的陪伴。 不是因外貌而产生好感,而是因缘分而生情。 不是日日夜夜陪伴在身边,而是一份淡淡的共鸣和懂得,是心有灵犀。 若你觅得意之音,请认真善待,如若相知,请用心珍惜。 不过,老师在这里,要提醒生肖鼠蛇的朋友,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老师在这里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生肖蛇的朋友,能静下心来好好的读一读, 也许能给你一些智慧的领悟,或心灵的沉淀。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,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人这辈子,沾染上这五样不吉利的东西,佛也就不了你。 有道是静诸者赤,静默者黑。 靠近什么人,就会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什么。 跟什么事有牵扯,就会受到什么影响。 反正,靠近好人好事,自己会变得更好。 靠近坏人坏事,命就糟糕了。 人,有所为,亦有所不为。 该做什么,不该做什么,还是要有一定的原则和底线。 只有原则和底线,才能有效地护人周全。 普通人这一生,不幸沾染上这五样不吉利的东西,或许连佛也就不了你。 一,亲手种下了恶因恶果。 弟子问佛陀,师父,您智慧高深,佛法无边,为什么就无法拯救世人呢? 佛陀回应,因果不能度。 人佛陀再怎么厉害,也无法改变他人的因果。 他身为外人,既不能沾染别人的因果,也不能改变他人的命运走向。 一切,都只能看当世人本身的造化了。 这人早年为非作歹,作恶夺端,中年就蹲了大牢,又有谁能改变他的恶因恶果呢? 有很多事,都不是别人造成的,而是自己造成的。 所谓万般自作还自受,地狱受苦愿何人便是如此? 这人世间的万事万物,都是当世人自作自受导致的。 如此,哪怕到了地狱受苦,又能埋怨谁呢? 人活于世,还是要谨言慎行比较好。 不该种下的恶因,千万不要沾染。 否则,后半生将在劫难逃。 二,缺乏一定的悟性,悲惨一生。 佛说,万法在心,然智慧不可传。 这番话,从表面上来理解,那是很矛盾的,佛法就在心中,为什么智慧还不能传呢? 因为真正的智慧,从不靠嘴巴传播,而靠内心领悟。 教父中有一句名言,花半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, 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,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。 他悟性很强,很快就能看清楚事物的本质,很有智慧,所以命运很不错。 而某些人,悟性太差,一辈子到头,还是糊里糊涂,自然就悲惨了。 比如悟空,这空的本质你悟不透,那别人怎么说也没用。 所以说,不是智慧不能传,而是别人传了,我们悟不透,依旧毫无作用。 三,为人太极端,做事太刻意。 佛说,随心随性随缘,一切都是天意。 随心,就是听从本心去生活。 随性,就是顺着天性去做事。 随缘,就是顺着天性去做事。